大家常掃的QR Code 到底是被誰發明出來的呢? 在還沒有發明QR Code之前 一般的條碼一次只能追蹤20個文字 但日本汽車零件製造廠 Denso旗下的公司 Denso Wave的一名工程師 袁昌宏 每當他面臨訂單旺季 有上千筆條碼要掃時 他便開始思考要如何滿足 夾帶大量資訊 又能迅速掃描的新載體 於是在1994年 QR Code誕生了 那新載體不僅最大可容納 7000多個數字 4000多個字母 以及1800個日本漢字 他還把這項專利 公布出來給大家使用 那2014年 袁昌宏以QR Code 榮獲歐洲發明家獎的 人氣票選獎 成為日本所謂奪下持獎的入圍者 哇 沒想到看是一個小小的發明 卻會影響人類社會這麼大的發展 哇 日本人真是厲害啊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你對QR Code誕生的想法 那我是六指淵 訂閱我 開啟你對科技的想像 掰掰